带着沙的老公去综艺馆把了个脉 结果走不掉了 咱们的综艺师二话不说把她摁在床上 好像有点欲紧 你家里老婆是不是很凶 和家人一起度假 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真的会比工作累你心吗 但是心情和状态有格位的舒畅 家人为了照顾我这个孕妇 大家全部都该坐高铁不坐飞机 我们的目的地其实是香港 但是我们会提前两到三天 先到达广州 然后修正一下 再继续从广州去香港 这样子对我来说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而且在广州也可以吃到各种地道的美食 我老公对广州的熟悉程度 远超于我这个中国人 所以基本上我老公成了地培 带着我们到处吃好吃的好玩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随着年纪越大 我太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社交上 比较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对于我这个大肚子来说不能再远了 最近也有很多朋友会关心我的状态 担心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状态和心态都非常的健康了 一切安好 整个新生我们不赶时间 也没有太明确的目标 跟着本地人去打卡一下当地的茶餐厅文化 虽然味道上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 但是体验它的过程是前所未有的 空气里伴随着海的味道 餐厅里都很喧哗 反正我觉得我在当地吃东西是特别的不合群 一方水土有一方人 反正不是很合我胃口 但是他们的饮食很健康 小朋友被带去大雨山爬山了 我跟大龙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香港一日游 估计你们也想不到 我那一日以后会那么的接地气 首先我们会去到它的滋补一条街 朋友介绍我们去了一家当地的老字号 专门买那种干货 鲍鱼啊虫草啊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特地避开了它的那个早上高峰期 你敢信吗 这位店主92岁 惊掉我下巴 因为当地人每天都有煲汤的习惯 他们特别会煲汤 会把这些很滋补的干货类 加一点印记的中草药或者植物 吃饭前一定是鲜河汤 我觉得这习惯真好 买完了以后就去了一家当地 还没有知名度的中医管 大龙把握下班 没什么大问题大毛病 就是得去吃 很多人说我是个大肚子 这不行大不行 行 该逛街逛街 该早起早起 该不行不行 可能这就是我的福报吧 一把年纪身体不错 还能有个二胎 所以应验的那句话 当你觉得自己付出没有收获的时候 可能你的福报就会在将来 或许不在你自己的身上 很有可能会在你的父母子女伴侣身上 反之 少做坏事 唯利是图 对我来说身边的人没有好坏对错 只有能量不同 显示了不同的状态 做了不同的选择 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 所以才能生成真正的爱和慈悲 允许接纳 善待 包容 我们不要跟任何人过不去 审判的标准在各自手里 四季轮回 愿一切美好都不期而遇 好了 散会 我都不期待 你 不准 我都不去